食道癌 大家好,我是屏東基督教肝膽腸胃張寧說醫師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是食道癌 你今天吃東西卡卡的嗎? 那食道癌基本上他的臨床症狀初期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症狀 除了有一些為食道逆流、火燒心的症狀 這些在一些良性的食道癌也是蠻常見的 而如果他到後期的話 他就更明顯會有胃痛、吞咽困難 先用硬的東西吃卡卡的、接下來是軟的 甚至連喝水都沒辦法吞咽 那食道癌的好發族群有年齡、男性、老年人居多 另外有飲食習慣、有喝熱湯的習慣者 以及有抽菸、喝酒、冰藍的患者 尤其是三者都有,他的發生率是40倍以上 那這個是我們在臨床上發現的食道癌病患 可以發現這些有一些突出來的 跟依據突出的大小而決定病人他的臨床症狀 通常如果完全阻塞病人都已經連水都喝不下了 所以如果病患你有一些不好的不良嗜好 那吞東西會有卡卡的 請盡早就臨床的醫院就醫 以提早治療 屏東基督教 恭喜你的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